你媽不會看錯 不會 我會 我會把它剪掉 我想吃漢堡 好 什麼漢堡都可以 他說好 然後等到我開了門之後呢 發現是水煎包 你要吃牛肉的還是豬肉的 結果打開來 卡拉雞腿飽 就是完全沒有在那個 我是脫皮子 我是阿賴正楷 我是二寶爸 我們要來聊聊 關於跟爸媽長輩溝通的時候 有些時候爸媽的腦袋 非常硬 比鑽石還硬 那這個時候 你根本沒辦法溝通 他們的自我意識太強 該怎麼辦 我們這次找來的是 林翠芬心理師 林老師你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有15年經商經驗的 林翠芬心理師 最近跟聯合報的局勢帶 推出翻轉黑洞關係 然後跟大家分享 怎麼跟長輩溝通 最重要先了解 長輩的心理學喔 他這個長輩就是我媽了 其實我爸也有 但是症狀比較嚴重是我媽 我就先從我媽開始 有個天我回到家 然後我媽就說 家裡養的貓不見了 然後我就說 蛤不見 因為我媽 我的貓常常跑出去 他就要出去找貓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坐在家裡 課廷吃飯 吃一次之後 那隻貓呢 就從我旁邊這樣走出來 然後我想說 靠腰貓不在家嗎 我就拿手機拍了一張照片 傳給我媽說 貓在家 這樣 然後我媽回來之後呢 她就跟我說 不可能 那隻貓 一定是從剛剛門口這樣走進來的 我想說 我就坐在那邊 貓就從我旁邊這樣出現 然後我媽還打死我 沒有 我在家裡找了一整天 怎麼叫她的名字叫Ody 怎麼叫她都沒回 她一定是跑出去 一定是你剛剛沒注意 她跑回來的 嗯 我就覺得天啊 這眼睜睜看見貓 從我大腿這樣出去 然後門是關著的 但她就是不敢 但是就是跟她講很多遍之後 她才會覺得慢慢解鎖 就是一個案子 就在幾天前 那其實最嚴重像是 有一陣子 不是有一陣子 我之前去 去年 我染疫 然後被隔離 隔離之後我就在家裡隔離 我就被關著 那我的三餐就一定 別仰賴我爸媽 好 那我媽就會問我說 那個 開 我就說 欸開 你早上想吃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想吃漢堡 什麼漢堡 都可以 她說好 然後等到我開了門之後呢 發現是水晶包 我這樣 我有照片 我就 傻掉 我想說 我能傳訊我 你是說漢堡嗎 對 我能傳訊我媽說 我說我要吃漢堡 然後我媽就說 因為我家裡有水晶包 所以我就拿水晶包 給你吃 然後我想說 那你不會屁啊 然後我也沒有怎樣 她說好 沒關係 你真的給我水晶包 我就吃嘛 然後第二天 然後她就問我說 她說 你要吃漢堡 她說 你要吃牛肉的還是豬肉的 我想說 牛肉也可以 豬肉也可以 那你方便就好 我就說沒關係 我就傳來說 你方便就好 結果打開 卡拉雞腿飽 就是完全沒有在那個 豬跟牛的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 我就問我媽說 我就說 欸 為什麼會是 卡拉雞腿飽呢 然後我媽就說 她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然後我就覺得 你知道嗎 就是從 貓 到牛跟雞 到豬 到那個水晶包 就是她是一個 完全活在自己世界裡的 所以變成說 喔很好笑 對 可是當這件事情 套用在 小孩的教育上面 就是我的小孩 我的女兒跟我兒子 才會給媽媽開 但是她的教育就是 你跟她講老半天 喔今天讓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 你 你確定 你媽不會看 不會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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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剪掉 我不會跟媽媽看 我不會分享這題她看 就是 我想解決問題 我等於先這樣把它講出來 就是小孩都會哭嘛 對不對 小孩生出來那時候幾個月會哭 然後那時候在房間哭的時候呢 我媽就說 這個是 然後我就想說 二十幾年的時代 你跟我講這東西 我想說 第一我是民俗專家 不是 不能這樣講太自大了 我算是民俗專業的人士 我有在接觸這個 我做個故事從民俗的 第二 我也做新聞 所以不論是民俗的 科學的 醫學的 我都有 可以告訴你 這不是酸 就是小孩半天就會 我還拿了TVBS喔 中天喔 三地都拿著各家新聞台 對 告訴他這個狀況 他就覺得說 新聞都假的 他還是相信自己 那最後就大吵啊 然後最後 他就沒有講 他說好他相信我說 小孩真的 不是耍賴 但我告訴你 幾天後我就聞到 我小孩的衣服上面 有香的味道 他把我小孩的衣服 偷偷拿去廟裡 摸起來 所以他還是相信他們 就變成說 我想聊的是說 我相信不只有我 很多時候 小孩子跟爸媽講說 我爸媽是永遠不相信他 他們只認為自己是對的 他這樣子就變得說 很難溝通耶 嗯 不過你遇到的狀況 還真的蠻多小孩會遇到的耶 對嘛 這不是我的問題啊 真的我遇到很多小孩很苦惱 第一個苦惱就是說 爸爸媽媽堅信 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意見 他們的看法 永遠是對的 對 因為你是小孩 你不懂 對 然後會覺得我才懂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他永遠都是你的爸爸 爸爸跟媽媽 所以他永遠都覺得 他是一個指導者 他今天不會變成一個被指導者 就是說 即使孩子長大了 然後 專業非常豐厚 他還是會覺得 我比你懂 所以這在立基點上 孩子有些時候 永遠就是孩子 就是不懂的 就要聽爸爸媽媽的話的小孩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啊 你可能跟他講任何事實 他都覺得我講的才對 那就沒辦法溝通了 所以有些時候 那我們換下一個主題吧 其實我自己做智商 很常遇到這樣的爸爸媽媽耶 因為譬如說 他們可能在孩子年輕的時候 做了一些對孩子不好的事 那我就會說 大家就一直拜託我說 可不可以心理師 你拜託我 可以幫助我的孩子 讓他現在可以接觸這個世界 面對這個世界 可以有一些心理的能量變強 鍛鍊他的挫折忍度 或者是說 讓他心理精力變強 我說可以 但是有一件事你要先做 他說沒問題 我一定可以做 如果你可以 跟孩子說很抱歉 爸爸媽媽在年輕的時候 不知道做了 就是我不知道這個 會對你造成影響 所以我在這裡 很真切的跟你說 對不起 我們現在開始 會用不同的方式 來跟你相處 那他們怎麼樣都說不出口 他說 我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是爸爸媽媽耶 我怎麼可以跟他認錯 我怎麼可以跟他道歉 這是爸爸媽媽不能做的事 所以 即使他一直拜託我 一直告訴我說 他希望他的孩子好 他希望他的孩子 不要成為一個 沒有辦法適應世界的人 但是 當我告訴他說 你做這個對你孩子有幫助 他基於爸爸媽媽媽的尊嚴 他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 不能說是那個年代 應該說這個枷鎖 就是這麼重 我都做得到 對 我想說我也做得到 他們拿了數學過來 我就說對不起 所以比爸爸不會 我就很直接的 認錯了不會 可能有時候 在某一個年代吧 那些父母 就是爸爸媽媽的尊嚴 就覺得 我是爸爸媽媽 所以我好像不能說 這個我不會 這個我做錯了 然後對不起 好像這幾個 好像對爸爸媽媽媽來說 我如果跟孩子說對不起 好像我就示弱了 我就不是一個好父母 其實你還是好父母 但是你還是可以跟孩子 但現在很多年輕一代的 爸爸媽媽 就會跟孩子說 對不起我剛剛那樣做 真的 對 我也會講 很不恰當 所以我跟你說抱歉 那我以後會怎麼做 那你就其實做一個 很好的示範 對你的孩子來說 就是說我可以面對 我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不會不面對 那我發現你媽媽有一點 我們說的在溝通的類型上 他有一點是屬於打岔型的溝通 答非所問 真正的只是問問而已 當別人回答的時候 譬如說水煎包 我要漢堡 我要吃豬肉還是牛肉 內容都不重要 他其實 他只是問問你 只是問問 他這樣問你的時候 其實水煎包已經發生了 我從來想想想 好像有道理 他只是問問 但是必須講 他不是害你 對 但是他很有趣 他可以換一個說法 其實他可以換一個說法 我這邊有水煎包 那你要不要就吃水煎包好了 對 這樣你就說好 而不會說 你想吃什麼 我想吃漢堡 所以他有一點 其實像有些人 會做這樣的一種狀態 就是他的心理就是讓人猜 猜中了 他會很高興 你想吃什麼 然後說水煎包 剛好我就準備了水煎包 我被關在房間裡 我都不知道外面的視線 我怎麼會猜到門外面 是水煎包 還是薯條案嗎 現在我當爸媽了 我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 我有可能不小心 複製到上一代 這其實是非常多 爸爸媽媽會遇到的 就譬如說 像有些小時候 自己有被打過的經驗 家暴 就是還沒有到家暴 會處罰 然後自己小時候好痛恨 不管你做什麼 先教訓一段再說 小時候好討厭這種 可是等到他長大 自己當了爸爸媽媽之後 他發現 當孩子犯錯的時候 他也不會問說 你發生什麼事情 是怎麼了 你可以告訴我 你的緣由嗎 立刻也是先打一頓 然後通常在這樣的狀況 他自己都沒有覺察說 我也正在複製 我爸爸媽媽對我的一個方式 那什麼時候他才會覺察呢 有時候通常都要別人跟他講說 我發現你要問一下你的小孩喔 他才會 或是有人 他突然意識到說 我好像一直在複製我最討厭的行為 那這是我諮商很常遇到的 所以如果你有覺察到說 我有複製我爸爸媽媽的某一些行為 那這個就是改變的開始 我要怎麼樣去把這個分化 我們所有的分化就是 我怎麼樣不被我的爸爸媽媽影響 對 他習慣用的方式 那我就不要用這樣的方式 這還是會跟處理情緒有關 因為譬如說 爸爸媽媽在一個生氣的狀態下 或者有壓力的狀態下 會用的方法 那當你自己在生氣跟有壓力的狀態下 你是不是不自覺的 你就會用到你過去熟悉的方式 經驗 對經驗 這些就會進入到你的潛意識 那當你有壓力 特別是高壓力的狀態下 你無形當中就會複製他們的行為 所以這時候我會給大家的回饋是 先減壓 先減壓 因為你是在高壓力的狀態 所以你要先找到一個 紓壓 紓解情緒的方式之後 那你再學習新的方式 那你就不會複製你爸爸媽媽的方式 譬如說我先跟他討論 何以孩子會觸動你 那個觸動的背後有哪些意涵 那如果你有情緒的時候 你要如何消化你的情緒 之後你再去跟孩子討論 那當你沒有情緒去跟孩子討論 跟你帶著情緒去跟孩子討論 可能那個效果是不一樣的 你剛剛講的這連串 我覺得馬上就印證到我身上 因為我媽以前教育我的方式是 就是打媽 很簡單 我曾經有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我們在一群人吃飯 小時候在我那個年代 有流行一個遊戲很危險 就是有人站起來的時候 幫你一直拉掉 有有有 那時候我就玩這個幼稚園 那時候我們去吃飯的時候 有一位長輩站起來幫他倒酒 就把他一直拉掉 然後他坐下去整個往後摔 然後我媽就在旁邊 他就笑說 哎呀你怎麼喝醉了喝成這樣 他就突然站起來說 那是你兒子把我一直拉掉 我回去之後被我媽打到多慘 你知道嗎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是秦桧豬 我坐在旁邊 你也太大膽了吧 我那時候哪知道他是秦桧豬 我哪知道立委跟議員之間的分別 什麼的 然後我就直接反射動作 看他站起來我就把他拉一直拉掉 然後我媽還笑他 然後他 那時候大家在那邊笑說 你兒子怎樣 我媽也是跟著笑 我那時候完全不知道我回去就是死 我差一點就現在就看不到我 後來就是說其實我媽是用打罵教育 所以我現在到了這個 到了我當爸媽之後 我有時候看我小孩這樣的時候 我真的會火氣上的時候 我第一個會想要動念就是跟爸媽 但是我沒有做 從來沒有過 是我老婆就拉住我 他甚至就說 你這樣的行為 剛剛你怎麼不先去了解小孩 為什麼你第一時間就這樣 因為我沒有做到減牙 我那時候不知道做減牙 對要先紓壓 因為我會覺得說 以前我做錯什麼事情 我媽一般人上去我就記得了 但現在小孩不能打 所以我怎麼樣教他 都一直不會記得 我就很懷念被打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最快的方式 但現在不行 沒錯 很多時候打罵教育呢 效果的確快 對 但是呢打罵教育會有後遺症 因為會累積很多很多的情緒 那通常不會在他小的時候就爆發啦 那個後遺症 不會在他小的時候就發作 往往會在這個小孩長大之後 某一天 可能他這些累積的情緒爆發之後 可能親子關係就可能會 斷裂啊 或者是梳離啊 或是他可能就會有事情不跟你講啊 所以發生更嚴重的事情 但不會在此時此刻 那個可能會在他青春期 或是更晚一點的時候才會發作 後作用力是強的 荷蘭有一個研究機構 花了六年的時間 找了一萬多位受訪者 在研究出你跟你的原生家庭 複製貼上的這個狀態 他們說當你們開始結了婚 跟另外一半共組小家庭時 你的觀念跟你的步調想法 跟你的原生家庭就會越來越不同 很正常嘛 你有老公了 你有老婆了 你的想法本來就跟你爸媽會不同 你的老公老婆 本來就完全是不同的個體 兩人足夠出來的這個小家庭 一定有自己的習慣跟自己的默契 但這一切 在你有了小孩之後 你又會開始慢慢回到 你原生家庭的一個框架當中了 因為你有了小孩 爸爸媽媽想要看孫子孫女嘛 有的時候你夫妻上班 也要爸爸媽媽顧啊 這時你們拉近了原生家庭的距離時 很多時候你在不經意的情況下 你就已經在做複製貼上了 而這些情況呢 你是自己不會察覺到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 不要讓自己當初這麼討厭的狀況 你也複製在你自己的小孩 讓自己變成你當年討厭的爸媽 這時候你需要的是你另一半的督促 因為他是第三者 他可以看你 知道你的狀態 他也知道你背景 你爸媽的個性 大概了解 所以這樣一比對之下 就會知道說 你最近開始 叫你兒子做事的時候 很像你爸爸 或者是你不要一直念 跟你媽一樣喔 當然啦 口氣不要這麼直接啦 就是用第三者的方式 來督促自己 再來第二 找當事人聊一聊 誰是當事人 就是你的小孩 你可以跟他說 女兒啊 爸爸有沒有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不舒服的 或是爸爸做了什麼事情 讓你印象深刻的 由他們來告訴你 你才會反思說 喔 可能那時候我真的太兇了 欸 怎麼越來越像我爸爸媽媽 也許上一代有很多的教育理念呢 是很棒的 可以沿用到下一代 但我相信也有很多 一些老舊的觀念 是不適用在於 現在的小孩身上 那我們做了爸媽之後 要做的就是 足齊到防火牆 把一些不好的觀念 跟不好的肉席 在這個地方全部擋掉 不要再布置貼上到 我們的小孩身上 好啦 就你自己如果做爸媽來說的話呢 你覺得對小孩講 A我愛你 比較難開口 還是B 對不起 跟小孩道歉比較難開口 我們在底下的留言區 聊聊天 討論一下 我是崔美智 我是賴梓凱 我是二寶爸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 準備 主播就地隊 我們準備進現場 好收到 怎麼口氣味道這麼重啊 啊 忘記我剛剛吃了韭菜鍋貼 等等還要面對來賓怎麼辦 啊 還好我有水神漱口水 水神漱口水即時救援 有效抑制異味 哇剛剛的異味都消失了 導播我準備好了 水神漱口水成分單純無添加 幫助口氣清新 維持口腔健康 而且有國家品質標章的認證 在你刷牙的時候 漱口的時候都可以有效 輔助清潔你牙縫間的死角 怎麼買呢 中間快點購平台就可以買得到 而且是全通路獨家販售 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ZTI010 會有優惠喔